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谈论果一定要先看这个图表 要解决疾病 我认为这个图表一定要看 因为这个图表谈的不只是疾病 还有衰老 我们一生下来 就必须要面临什么 老病死 这个不可逆 你一定每一天你都在老 每一天不是老 就是哪一天你就病了 老病这样交替的 然后只到什么 死 所以我认为人生苦多于乐 对不对 反正家里没有什么事 通知我我认为是人间最好的事 但通知的绝对没有什么好事 只要年纪大了通知的不是病 就是什么哪里什么不舒服什么一大堆事 所以生老病史这是原始点必须要面临到 因为要解决疾病 但是解决疾病是一个很单纯 但为什么要谈老呢 因为有多少人能够把老跟病 看清楚 看清楚知道这个是老 这个是病 我想问在座的各位 你们活了那么一大把年龄了 有没有办法 区别什么是老 什么是病 好远的就不说了 光一个疾病 你们当你们生病 有没有办法自己判断 我有没有生病 还是一定要去医院 我才知道 我有没有生病 光一个疾病 你们有没有本事辨别出来 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知道我已经病了 我一定知道 不仁的举手我看一下 一定要医院检查才知道 没有举手什么意思 不会生病吗 这不可能嘛 一定会生病嘛 那生病 真正相信自己知道的 不多哦 刚刚举手的 真的不多哦 那不举手的 我就认为你怎么样 你还是不知道嘛 所以你没办法举手 然后又不好意思举手 一举手就 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 那多好笑 是吗 如果这么说 古代的人 知不知道他生病了 知不知道 如果他们不知道 那怎么会有医生呢 难道是先有医生 你们才病给他看的吗 当然你们是先病了 才会去找医生 所以才有医生这个行业 医生就是为了来服务你们 很显然嘛 古代的人都知道什么叫病 那我刚刚已经教各位了 简单讲 疾病就是分症跟状 症就是疼痛痠麻痒 你只要出现 你就知道 自己在疼痛 难道你会不知道吗 你就知道我生病了 我拉肚子了 咳嗽了 我自己会不知道吗 我一定知道 我体力越来越稀了 讲话有气无力了 然后面无光泽了 发抖了 水肿了 难道我不知道 我生病了吗 这个显然也知道 我壮的组织受损了 我会不知道吗 破皮流血了 难道不知道 要去找医生了吗 对吧 皮肤病起疹子了 肝癬 牛皮癬 这个一大片 难道会不知道吗 或是失疹 所以古代的人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 现在人要去医院才知道呢 这没有道理 所以疾病我们本来就知道 那什么是老 老是不是等同于疾病 我先问你们这个问题 不是啊 疾病跟老一定是不一样的概念 要不然我们干脆就是说 生老死就好 因为老已经包括病了 就不要再说生老病死 显然老跟病是不一样 那两者差别在哪里 我这里用最简单的区分 就是只要不是疾病的症跟状 也就是症状在身体发生的 那你身体的任何变化 都是属于怎么样 老 这样是不是就容易分清楚了 那具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等一下我会讲 好这个我先把 这个概念先区分清楚 好 那这个老跟病是果还是因 绝对是果啊 是慢慢生出来的 被生出来当然是果 那被什么生出来 它就是因为你身体怎么样 热能 不足的变化 还有有体伤的变化 这些种种的变化 让你不断的衰老 还有疾病产生 那什么叫体伤 简单的讲 就是你组织器官 运作失调的一个状态 这里是原始点的专有名词 也就是只要你身体 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一个状态 我们称为体伤 就是你进入一个屋子 你本来应该是一片光明的 你却看到一片黑暗 那就是这种状态下 我们说这个屋子里面有问题 黑黑的 不知道是电灯坏掉 还是开关没开 那当然我们指的就是 有这些现象出现 一定有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体伤是直接对着它们的 就是直接产生 因为热能是一个概念 它好像是一个电力吧 那这个像设备运转一样 没有电力 设备肯定是不能运转 那设备也本身也有可能出问题 那出问题的 就会产生这些问题 那还有热能没有电力了 这设备也运转不了 所以它们这个因 也彼此互为影响 体伤会影响热能不足 因为体伤 运作不顺畅 就会耗更多的电力 同样的电力不够的时候 设备运转起来也会不顺 甚至当机都有可能 所以彼此也互为影响 但只有体伤才会产生这些现象 也就是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 比较有形的才会产生 那这个电力 它不会直接产生疾病跟老 因为它是一个无形的 好 那但是它的因都是 衰老与疾病 它的因都一定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但体伤我们刚刚讲 它有分他处体伤跟本处体伤 简单讲 我常常这样比喻吧 你进入一个屋内 看到一片漆黑 你第一个会去开 开关呢 还是去修理电灯 没有人看到一片漆黑 就拿楼梯去换灯泡了 绝对不可能 先按开关看看 按了A 电灯就亮 那代表 这时候电灯没有亮 是因为怎么样 不是电灯坏 是因为怎么样 他处开关没有开 所以我们称为他处体伤 那还有一种状况 开关开了 电灯还是不亮 那就有可能怎么样 电灯坏掉 或电线坏掉 那这时候就要大修了 那这个叫做 本处体伤 所以疾病不外分成 他处跟本处而已 本处就是患处 患处以外的 通称为他处 这样了解了吗 那他们体伤跟热能不足 彼此互会影响 我就不说 那什么叫盐 盐就是各种因素会造成 这个体伤跟热能不足 比如生气 劳累 熬夜 会不会 这个会啊 或是车祸 摔伤 有没有可能 这个都有可能 这些恶言都会造成 我们的体伤热能不足 不要说恶言 光你们坐着 不动也会消耗热能的 是吧 要不然你们到中午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要吃饭 因为你们电力 坐着不动 还是在消耗 就像手机 你虽然没有电话来 但每天光开着还是怎么样 还是在消耗着 一样的 所以我们身体不断的在运作的过程中 每分每秒都在消耗 所以即便没有这个 你们光静止不动 还是在消耗 所以这些炎都会造成我们 衰老跟疾病的 最后的因 那有了这个图表 我们现在要 先把老跟病区分 因为我们医学要解决的是什么 衰老还是疾病 我的白头发要不要治疗 不用 因为白头发是疾病吗 不是 是衰老 好 所以 我们为了把这一个 说清楚 我们原始点也是一样 要把疾病解决 但要解决它 就必须要跟衰老分清楚 好 那我们直接来看我们的内容 果 指疾病的正与状 及衰老的异常形态 与异常指数 其因皆有体伤 及热能不足所致 至于西医病名及病因 不过是聚果的不同特征 加以命名 以含在果中 不再另立 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 随着体伤及热能不足的变化 身体不是走向疾病 就是走向衰老 有疾病与衰老 必有症状与异常 症状与异常可感可见 是疾病与衰老之具体表征 而疾病与衰老 则是所有症状与异常的抽象代名词 症状可在细分为症与状 其中症指不适感 功能紊乱及体力虚弱 状指体表组织受损 而症与状同异常一样 都不会产生其他症状 历来的习惯 不论是症或状 都一概统称为症状 但两者常有不同的体伤来源 所谓异常 即抑郁之前正常的形态与指数 可分为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 异常形态指目视首处可变 但还为达到 壮的体表组织受损程度的 非正常形态 以及仪器检测出来的 体内非正常形态 异常指数 指仪器检测出来的 非正常指数 所有这些异常 既非正也非状 所以并非疾病 而是衰老 好 这里已经很明确把异常跟疾病 有没有说清楚了 有喔 疾病它具体发生在身上就是症根状 那衰老呢 它具体表现的是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 这两者都跟疾病无关喔 而是跟什么有关 跟衰老有关喔 但这样一讲 你们有没有联想到 现在西医所检查的 不就是异常形态 还有什么 异常指数喔 这些不是症也不是状啊 不能称为疾病啊 但我们现在都在治 可见原始点 在这一点上 已经看得出来 跟西医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喔 那哪一者是对 这个先不用急着探讨 我们等一下会放一系列的案例 来加以说明 因为这个看似简单啦 但是真的还 其中因为 大家已经习惯西医的说法 要让大家厘清 还有一点困难 所以我们把后面的 也慢慢介绍下来 我相信你们就了解 为什么要这样分 好 我们来看下面 症状 症的不适感 如疼痛 酸 麻 痒 胀 闷 刺 晕 口苦 灼热 潮热 下坠感 多属他处体伤所致 症的功能紊乱 如失眠 烦躁 食不下 气喘 多汗 流鼻涕 耳鸣 耳聋 耳流浓 口眼歪斜 咳嗽 呕吐 便秘 小便困难 白带 抽筋 板肌指 或属他处体伤 或属本处体伤所致 症的体力虚弱 可显示出生命的脆弱或危险 如行动迟缓无力 异常疲惫 疼痪 肌肉萎缩 暴瘦 声音微弱 面无光泽 高烧 腹泻 肢体冰冷 怕冷 发抖 水肿 多属本处体伤所致 症的体伤位置分类 仅供参考并不绝对 其准确位置 还必须经按推原始痛点后 使病症改善与否 才能确认为他处或本处 绝不能单凭感觉或目视 症的体表组织受损 主要包括伤口及皮肤病 如肿胀 破皮 出血 木齿 口窗 钉窗 溃烂 烫伤 化学毒液灼伤 青春痘 牛皮血 肝血 红疹 褥窗 属本处体伤所致 可见状单凭目视即可分辨 这里将症与状分开 即使为了指出状消失后 症未必能解除 反之 症解除后 状也未必会消失 譬如肿痛 常见有肿消而痛未止 或痛止而肿未消的现象 即可证明 症与状可由不同体伤所致 其间并无因果关系 好 这里一路念下来 你们看得懂吗 症跟状的分类 好 第一个症的不适感 我这里后面有写 多数什么 他处体伤 也就是你只要疼痛酸麻痒 脏闷刺肿晕 这些感受的 你只要找到大开关 按一按 而它很快就可以缓解 那到了功能混乱 有时候按了没有效 还要配合什么 内外热源 到了症的体力虚弱 那按的比较没有效 很可能你大部分都要怎么样 用什么 内外热源来解决 那到了状 一定是内外热源 好 那这样 为什么要分类 你们已经看出我的意图 为什么 分类的目标 就是为了解决疾病啊 比如你今天起来 你感觉 哎呀 我肚子痛 你第一个要想到的是 先去吃药 还是先温敷 还是先按推 一定按推 因为它是痛 症的不适感 那症多数他处体伤 一定是按推 早开关 按了就有效 那这样你就 很快就厘清了 我应该怎么处理了 那如果看到破皮流血了 你还要按吗 不用了 撒姜粉 就直接温敷就好了 所以你以后你去找中医 也是这样 如果你有这个概念 你就知道 我今天投阴了 中医去 他说我开药给你吃 你应该要求医师要怎么样 先帮我按头部原始点 如果不会 好 那也没关系 你就应该增刺穴位 你看你的本领 帮我增刺穴位 我相信这样增刺 会比怎么样 吃药快 当你指头痛 一根指头痛 打球也许伤到 你去找中医师的时候 你会叫他先开药给你吃 还是先增刺穴位 你会要求哪一个 一定增刺穴位 因为痛 疼痛 酸麻痒 这个症的不适感 多属他处体上 所以你们现在已经知道 为什么我要分类 就是为了解决疾病 什么时候应该要按推 什么时候应该要用外内热源 所以中医几千年来 为了解决疾病的症跟状 不外就是这三大疗法 一针二揪三用药 揪跟药 解决的是什么 状 还有症的体力虚弱 对吧 那症的不适感 或功能混乱 大部分都是用什么 就可以解决 增刺穴位就可以解决 所以发展成中医的 一针二揪三用药 你们现在这样看 原来中医是有必要的 才分这三大类的疗法 不外就是解决我们的疾病症状 所以你们如果听完这里 你们还会想学中医吗 我已经把中医的所有精华 都告诉你们 你们还要学什么 就这里已经都把它倒进了 所有的中医 就是解决疾病的症状 那症状怎么按 具体的我都已经讲 还再来就是内外热源 所以其实都已经答案在里面 这样复杂的理论 你看一期间已经都在 短短的几句话 都已经把它倒进 我常常想 黄帝内经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他说 知其要者一言而终 不知其要者流善无穷 知道他要点的 其实你不要讲多话 一句话就够了 就可以倒进 那你如果不知道他的要点 你即便乱讲 讲了很多 越讲反正越理解 反而达不到你要的 所以你要看医学 什么书写得越薄的 越精华的 就是越有用 写得很多的 一大叠的看不完的 你们也就不用看了 反正人生 活得有限 生命有限 你去追求这种 无穷尽的学位 很危险的 不要贸然去尝试 所以你看我把症状 分成这样 短短的几句话 不就到尽了 那处理的原则 你们一定有一个 什么样 概念 从这里就有概念 好 那我们下面这一句话 正乙状为什么还要分开 这里很明确的 就是点出 他们根本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为什么 比如说肿痛 你们一个发现 比如说脚踝扭伤肿痛 你们以为是一个症状吗 不对 痛是属 症的不适感 对吧 肿是属 怎么样 症的组织受损 原来它有两个 怎么样 症跟症 它是两个合在一起 不是一个症状 简单讲有两个症状 因为中医现在 症跟症也不分 所以治疗还蛮麻烦 那西医也是不分的 它一个肿痛 他们也认为一个症状而已 所以当你脚踝扭伤的时候 西医要叫你怎么样 冰敷 他们24小时内要冰敷 为什么 他们认为就是一个症状 那热 红肿热痛 热就要用冰的 来让它解决 殊不知 痛 一定要找开关 比如它脚踝 扭伤肿痛 那要揉哪里 揉屁股啊 那屁股揉一揉痛 就可以缓解了 那痛解决了 肿会不会削 不会啊 靠揉要把脚踝揉削 你揉半天揉一天 也揉不削的 那要靠什么 温敷啊 温敷是温敷屁股 还是温敷脚踝 脚踝 这时候温敷脚踝 那你一听你就知道 哇 这跟现在的西医又怎么样 不一样啊 因为西医没有踏出概念 所以直接就冰敷在脚踝 但我们是要解决痛 还要按推臀部啊 才解决痛 然后为了消肿 我们还要温敷 不是冰敷 所以西医说的24小时冰敷 有没有问题 你们一听已经知道答案 而这样的问题非常的多 所以为什么要把症状 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症跟状 它不相干的 不会说你肿 生出一个痛来 或痛生出一个肿来 只是两个 恰巧怎么样 在同一部位怎么样 同时发生如此而已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